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心软呢? 或许,他从来不舍得让果果的悲伤过夜吧 他曾说,最开心的是每次开机的时候呲牙因为热爱 所以特别期待 我现在是真的相信了牙无脸这恐怕都不是一般的开心了吧 能把开机仪式插点整成演唱会 估计也没谁了吧无脸 他还绕长炮,争取每个果果看到他绕长炮 其实窝洞,场地很大很大 他怕大家看不清楚他 他总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做事 还唱江湖之上,甚至连话筒都舍不得还回去 都要下场了还要给果果们多唱几句 这到底是什么人间天使啊 他和果果之间永远有小秘密 抬手指指天空 我就知道他想要嘱咐什么机智 滔滔,老板,老板,快点,快点,起起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再唱一会儿 我家果果们还没听够,果果 要不咱原地开个演唱会吧 涛,哥,可以了别唱了 再唱走不了了,起起 别巴拉我,我要宠我的小果果 果果,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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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有一种感觉 哥哥走的时候,是被滔滔声拉硬拽的 扯走的无脸 莫名感觉滔滔也不容易 阿泪奔随时随地的找起起不说 还得随时随地硬扯着他走泪奔 他再不走 横店活动负责人估计都得哭了吧 毕竟果果们也实在是肉眼可见的多阿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的果子 每次看见他手拿红包 站在人群最前面 最中间 心里真的又开心又酸涩 诚意加油 我们永远在你身后 我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开心 哥哥单人拍照时候 想要话筒没要到泪奔最后为了能两只手和大家打招呼 把开机红包塞到了屁股兜里 哈哈哈哈 你说 你怎么这么好玩的无脸 哥 其实拿着红包 一点也不影响挥手的那机制 那个总说自己不够浪漫的人 其实做的很多很多事 都是鼎鼎浪漫的 明明生活中总是顿感力十足的迷糊小哥哥 却知道520很重要很重要 他全都知道开机仪式是会被各个圈层的人看到 并且成为历史 而他在如此重要的仪式上表白自家果果 他真的是有把果果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 我赴山海之行 山海必有回应 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份礼物 可我知道 这是拿卡车运来的 这个男人 真的让人哭死 突然就想起来那年的生日会 也是这样 明明是自己过生日 却给每位远道而来的果果准备的小礼物 他其实 从未变过 你与果山果海中缓步走来 那一刻 我的心整个沸腾了 眼前再看不到其他 只与你一人 在刚刚好的时间里 认识刚刚好的你 或许 所有的未食一万 其实都是恰逢其实吧 当时赴山海刚刚官宣时 我才想过他会演两个角色 萧秋水和李晨舟 没找到萧明明也是他演技之真的有被惊喜到呢 你可以永远相信陈毅的言 你更可以永远相信他的演技 你想要的样子 他都有 但赴山海 无问其宗 他对于每个角色都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的 他把每个角色都当成新生的小baby般 耐心对待 这三个角色各有特点 一振一挟 韩金复古 振邪同珠 也怪不得他会接赴山海了 这诱惑力真的是满满的啊 属于新武侠的时代 要来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平心资讯专製扫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